你覺得我還可以去再續前緣 再續前緣 我覺得當然可以 因為此時此刻的你們兩位 是就是說 在各個方面都是非常搭配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年紀都到了一個階段 都很成熟了 這整個的心態也非常成熟 經過很多事情的誤患心疑之後呢 彼此也可以有更多的包容 而且會懂得珍惜 因為曾經分開 所以你更會懂得珍惜對方 那就是說你的意思就是叫我說 把那個直年把它吞下去嗎 不是 反正你也離過婚了啊 你有什麼好吃虧的呢 對不對 搞不好 要往前看嘛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對… 那我們當然大家都希望 那你現在怎麼樣 不是 找不到他的人嘛 我告訴你 天下無難事 你笑什麼 大家講了那麼久 原來你找不到他的人 他不理我啦 對 他應該知道到哪裡去找他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其實我覺得菲哥跟惠平是非常好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我真的是摸的心情 那你就給我留兩張票好了 好 好 真的嗎 真的嗎 但是他去我才去喔 不是 他叫我去幫他找你們 對啊 你們幫我找 這節目啊 除了宣傳演唱會之外 我們來玩一玩 看看你們的反應怎麼樣 哎唷 好難喔 時間那麼長喔 哇 哈哈 反應大考驗 哇 我們叫Bingo Bingo 開始 我把這個遊戲跟你們講一下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就是監考官 那我們先把幾種動物的顏色跟你們說一下 如果你看到了 白色的呢 就是兔子 好不好 看到黃色的呢 就是長頸目 長頸目 看到黑色的話 就是金剛 金剛 看到紅色呢 就叫螃蟹 螃蟹 這是第一個問題 以顏色來分配 黑色叫什麼 金剛 螃蟹 紅色 螃蟹 那兔子 白色 長頸目 黃色 厲害厲害啊 好吧 可是我們圖案出現的呢 是以顏色為標準 你看到它明明畫的是長頸目 可是它是紅色的 你要說 螃蟹 如果你看到兔子是紅色的 你說兔子你就輸 這樣子喔 很難耶 那還不稀奇喔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人畫一隻螃蟹 也是紅色的 你要說Bingo 很難耶 然後還有一個星星是黑色的 Bingo Bingo 好不好 而且有兩個題目同時出現 所以你不能脫離孔鏘老師的節奏 比方講的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圖案上 你看喔 速度慢一點 好 長頸目 好厲害喔 不錯 好 現在我們要讓羅斯峰來試一試 天暖身一號 預備 長頸目 大集合 這是什麼呢 螃蟹 長頸目 不錯 小心 答錯的是這樣的 好不好 到時候李玉琳妳頭髮扁掃吧 我是不管的 好 來囉 羅斯峰來試試 這是什麼呢 螃蟹 螃蟹 長頸目 漂亮 螃蟹 螃蟹 這是什麼呢 螃蟹 Bingo Bingo 好 對不對 我是整頂會被吹掉 這是一個超反應的友姐 您想試試吧 待會兒回來